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羊香瓜的果实 气味芳香 肉质柔软多汁 风味香甜卤蜜 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A 维生素B 维生素C 及矿物质 钠 钾 钙等营养素 可解热 止渴 利尿 润肺 清热 除了鲜食之外 也可作为冰品 甜品 果酱 馅料等 香甜多汁的羊香瓜 在夏天使用 让人暑气全消 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 吃西瓜来消暑降火气 其实羊香瓜也是消暑的盛品 随着气候异常 夏天的高温持续飙涨 那近年来 37 38度的高温也经常出现 那许多人也因此中暑不舒服 夏天天气热 吃的东西也可以选择凉一点的 那羊香瓜的性寒 胃肝 生食可 润肺 止渴 清热解燥 自中暑发热 逆尿解酒 必防高血压 中风 缓解胃热以及便秘者 若是因天气燥热所引起的喉咙肿痛 也可以吃羊香瓜来消肿 不但如此 它丰富的营养价值 对人体造血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以用来作为贫血的食疗之品 因此也被称为瓜中之王 苗栗通宵生产的美农瓜 精巧可爱 是很受欢迎的夏季水果 羊香瓜因为农民就是早年都去百十岁 他们要打的机力较少 因为那些比较辛苦 所以他们都种在土地比较方便 要办 要照顾 国民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就是我们的香瓜 羊香瓜更坚固 但是它的产量也比较少 它的颗粒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买的单价也比较高 我们的香瓜因为我们放在土地 本身的拼净就比较小了 所以你买的单价也比较少 但是它的量会比较大 所以一般如果警察给来 收成也是要看土地好败 一般農会我们農会 農会辅导农民就是我们都会生家园 从拼击 农民有什么病虫害者 都会来找我们農会 来自公货的地方 我们就来看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我们改农厂的改农厂 来跟我们改划这个问题 一般我们在拼击的时候 農会会有灾害的时候 才去补助这个质 農会就是我们有生家园 就是直接拼击农民 我们对进荣潮的 我们有机农业就去做了 所以一般都拨到我们有机肥 较少拨到我们的化学肥 他如果说自己买 不然如果说 那种生质的时候 我们農会也会找一个贴楼 甚至说我们去找这些机关 来买这些东西 让農民进去顺序 所以農民应该贪心 不要说让農民来就行 这是我们農会为 替農民做的 羊香瓜香气浓郁 接下来 楚楚会如何运用它的甜蜜滋味 来制作甜点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焦糖羊香瓜秤姜泥 曼月梅汁 那羊香瓜的品种有很多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吃的时候 其实说有很多的选择性 那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它能够搭配很多的 很多的其他的酱汁 能够让这个水果吃起来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在士林夜市 很可能吃到的一个 那个番茄 搭配姜的那个酱油膏 其实它吃起来呢 等于说你会吃起来 吃的水果呢 吃的非常的顺 而且一口接一口 所以呢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羊香瓜呢 能够搭配了其他的元素 能够让它能够在吃起来的时候呢 更能够吃出香瓜的甜味之外 能够吃的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呢 出发奇想呢 让它能够有两个呈现的方式 第一个呢 我们会切片 让它能够在冷冻的阶段 呈现一个玫瑰花的状态 然后再来呢 就是把它烧成焦糖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这个其实我们的瓜类呢 它里面的果肉是非常的收成的 那如果搭配这个酱汁吃 能够一口的水果 一口的酱汁 其实它吃起来是非常的顺口 蛮适合夏天的 像我呢 在夏天的时候 最喜欢它能够搭配它的冰沙 在水果里面呢 把它做成一个杯子状 然后里面呢 装一些冰沙 能够一口水果一口冰沙 其实吃起来呢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顺畅 焦糖洋香瓜 趁姜泥蔓月梅汁 需要的食材有 洋香瓜 蔓月梅汁 糖 姜 薄荷叶 那我们这边呢 准备了姜 第一个呢 我们把姜磨成泥 泥 那其实夏天呢 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可以加进来 包含的很可能 蒜头 也说不一定 高粱酒 还是白兰蒂 威士忌 都可能够在这边呢 搭配的一些水果啦 檸檬汁啦 搭配起来呢 像是一个鸡尾酒形态式的 出现在你的水果料理里面 那我们将磨成泥之后呢 放在这个丸子里面 好 那我们的蔓月梅汁呢 再加进来 让它融合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洋香瓜呢 在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皮 洋香瓜的种类有很多种 可能有网状的啦 很可能会有蜜世界啦 这都算是洋香瓜的种类的部分 所以说你在挑选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价格 还有它的季节性 都能够做你的挑选使用 挑选的时候呢 要记得看它的根部的部分 去压它 不然有些洋香瓜呢 都是因为根部这边很硬的时候呢 就代表它的熟成呢 不是那么好喔 要记得 好 那去皮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片 切片 一开二 一开二 我们把它纸挖掉 一开二 我们把它纸挖掉 我们把这个中间呢 这边的地头的部分 切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切片 切得比较薄片一点 好 慢慢切 好 接下来呢 慢慢的 距离差不多是两公分 两公分到三公分的地方 把它一一的排得顺一点 好 尽量能够让它 比较均匀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卷 好尽量把它切成薄一点 好 把它卷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移到 我们的冷冻柜里面 好 待你要吃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退冰 好 退冰的时候呢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加工 就可以了 那羊香瓜呢 我们已经冷冻好了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准备了红糖 好 均匀一点 平均撒在 我们的 蜜瓜 上面 好 之后呢 我用喷枪 这算是一个创意料理的一种 在家里面呢 其实撒上红糖呢 在它溶解之后呢 其实就已经很好吃了 然后不需要把它烧成焦糖 等于说这算是一个创意料理 在夏天呢 有多一点点的一个丰富 丰富你的饮食的部分 那我们稍微烧灼一下呢 看起来它绿绿的呢 然后又有溶解呢 也非常的漂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上盘 在我们盘子里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准备另外一个羊香瓜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去皮了 好 一开二 把它切开来 那这边呢 稍微修一下 让它能够站住 然后把这个纸挖掉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准备了这一个蜜瓜 然后我们的蔓越莓跟姜汁呢 把它倒进来 薄荷叶 然后让它多一点点的色彩 做搭配 好 那我们吃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 从这边挖下去呢 一口可以接一口 一口的哈密瓜 一口的姜汁蔓越莓 那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说它也可以搭配一些酒精类的 就像你这个可以蔓越莓啦 你可以搭配 很可能就是福特加酒啦 或是呢 你可以搭配一些比较勤酒 能够搭配 这样子像是鸡尾酒形态似的 一口蜜瓜 能够综合你的口感 那在夏天的时候呢 搭配这个冰霜的焦糖 羊香瓜呢 其实吃起来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夏日的料理呢 非常的丰富 也是感觉到很舒畅 羊香瓜性寒 适合在夏天食用 肠胃虚弱者不宜吃的过多 以免引起腹泻 另外患有气喘 或者愈能耗发的人 也应该谨慎食用 患有脚气病 腹脏 黄胆 寒性可喘 以及产后病后的人 则不宜多吃羊香瓜 所以孕妇可以在怀孕的时候 适当地吃点羊香瓜 在产后就不要吃了 在食物搭配部分 不适合与螃蟹一起吃 因为螃蟹也是属于性寒的食材 一起吃的话 对消化不利也容易引发过敏 羊香瓜不只是可口的水果 也是健康的养颜盛品 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减少粪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 稀释肠道中的致癌物质 降低大致肠癌发生的风险 当然肠道排便顺畅 身体自然也就健康了 羊香瓜吃起来甜甜的寡糖 其化学结构 与金质糖并不相同 寡糖的分子量比较大 而且不被人体消化 但却可以被肠道中的微生物利用 帮助肠道中好菌的生长 维护肠道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